大家好 欢迎收看风云会节目 奥运会至今四个月了 作为风云会的主持人 这是我四个月以来做的第一期风云会 很高兴第一期节目迎来林丹 欢迎林丹 谢谢张老师 我恳请我们的编导和摄像把镜头对准林丹 给一个这样的形象 因为这是我采访我的中国的运动员当中最酷的 而且在我看来是完全已经不像了运动员的形象 因为传统所有人的对运动员的形象 可能是运动服 可能是领奖服 但是从这个场景看 这是奥运会之后的林丹 这个场景很熟悉 我猜我很多运动员 他们退役之后或者是休息一段时间 他们经常会做梦 甚至梦中的很多动作都跟运动项目密切关联 奥运会过去四个月了 林丹的梦中会有奥运会的场景了 一点都没有 这是迅速的能把这件事情放下 对 因为确实已经过去了 而且我已经开始了一些新的一些生活的状态 在这四个月里面 其实我也不断的在去思考 到明年三月份 当我回到国家羽毛球队的时候 我需要做一些什么 我需要为这 接下来的四年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 包括将来我打出的动力 和最高的一些目标 我不断的在有的时候 都闲下来都会去思考一下 我觉得这可能对我来讲是 更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快速的回到轮道奥运会的决赛 很多人都会记住比赛结束之后 你跟所有在现场的军队的教练 拥抱在一起 大家是忘情在分析 林丹让历史重演了 但是他改写的历史就是 羽毛球奥运会历史上 没有人能在南丹比赛当中 未免成功 林丹做到了 最现实的一种说法 是每逢大赛 林丹之于中国羽毛球 最大的价值是 你能打败李宗伟 打败李宗伟就意味着 中国人可以拿到这个金牌 可能不是林丹 但是中国人已经能够清除 最厉害的一个对手 那13年以后的林丹之于中国羽毛球 这个价值可能依旧还存在 但是你期待的那个价值是什么 当林丹留下来 继续坚持训练跟比赛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在传递一种精神 而不只是在表面上 我还能够叛造 第18个世界冠军 第19个 我觉得那只是我个人的 职业生涯的一种 对我自己的一种要求 当然更重要一点就是 我会觉得 无论每一次林丹的出现 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那一定要在球场上 留下什么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 更需要做的 当然等到比赛结束以后 或者是离开球场 球场下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都会去围绕着羽毛球 或者是一种体育人的一种精神 来去跟更多的一些 喜欢体育 喜欢羽毛球 甚至需要帮助的一些人 去和他们更多的去沟通 去在一起 我觉得希望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一些 正的能量 对 如果说奥运会之后的变化之一 就是林丹结婚了 9月23号是你婚礼的那个日子 是 有人说婚礼呢 是要给自己的父母 因为他们养育儿女不容易 要给他们这份满足感 有人说要为自己亲爱的人 可能对你来讲又多了一份 对公众 这个婚礼跟你想象的一样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是 还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 当然是自己的妻子方方 还有一方面是双方的父母 因为我觉得 在我们的国家 还是非常传统 当然在过程里面 我觉得确实非常非常的辛苦 辛苦在哪 比如说拍婚纱照 等等 就是一系列的一些状态 都希望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好 而且不能有埋怨 我很开心 就是非常的圆满 现在如果让你想起婚礼 甚至50年之后 你还会再想起这个婚礼 在这一瞬间 你首先应用脑海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就像平时看电影 看电视剧 就是当你一个人走上台的时候 在等待新娘 你的另一半 缓缓走来的时候 真的比奥运会还紧张 因为奥运会 你会觉得 如果我确实今天 打得没有对手忙 可能会输 我觉得 但是好像自己的婚礼 你就会觉得 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做好 不能有任何的一些 不好的地方 所以就会始终保持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我知道您把自己心爱的小狗狗送回舅舅家了 对 这个举动 其实很多的爱狗的人士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它不是一个骨肉分离 而是可能一项完美计划的开始 是 生活当中有新的计划的时候 当然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东西 所以 我们就做出了一个我觉得还是很正确的选择 当然 我和方方都 有的时候还是会非常想念 想念辛巴 对 因为 狗狗的名字叫 辛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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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生活的美好愿景 就是希望自己能成为父亲这个角色 是 这个角色但你来讲已经期待很久了 也不能说期待很久 但是我觉得就像我讲 其实到了你的不同的人生的阶段 是应该要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可能是顺其自然来的事情 所以既紧张也很期待 自从临丹成名之后 在我们的体谈风雨人物的评选当中 你应该是屡次成为候选者 而且还曾经成为最佳男运动员 但是非常巧 每年的一月的上旬都是马来西亚公开赛 是 有一次你是正好颁奖那天 你飞向基隆坡 特别遗憾你没有到达现场 这是李永波知道替你去领 林丹领奖的是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 李永波 欧运年再评奖 当我面对五个候选名单的时候 当我勾起来那个 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的时候 我要费很长时间 这是说服我自己的一个过程 今天是个机会 今天我问到了林丹 为什么会是林丹呢 首先我觉得其实 这样的一个评选其实是 很多人对 对奥运会或者对奥运年的一个一个总结 当然如果能够被 评选上我当然会非常开心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已经被提名上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种肯定 因为就像张宾老师你说的真的非常难选 因为在考虑这个人是不是最佳的时候 不仅是他的成绩 还有他背后的这项运动等等等等 我觉得很多综合因素 所以我觉得对于林丹来讲能够被提名 我觉得已经是甚至是连续几年都被提名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已经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意味着我每年都要保持自己相当好的经济状态 不只是和我的师弟或者是同伴比 同时我还要和中国最顶尖最优秀的男运动员去比较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很开心了 就像今年年初去劳人士一样 我一定是不会有奖给你的 但是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已经是个非常 最重要的是对这项运动 已经是一种全新的一种 一种外界对这项运动认知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开心 所以我们现在以替谈风云人物的名义发出邀请 以羽毛球运动的名义发出邀请 希望林丹能够历临我们的颁奖仪式的现场 谢谢 其实很多运动的努力都是想给特定的人 能够创造一种美好的心理感受 未来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 他们会是你下一个需要去愉悦和满足的对象 当然这个问题非常的 也是非常我想去思考 就是在过去的12年的职业生涯里面 真的是更多的是为了中国引爆就对 同时更多的是为了我们南丹主的荣誉 因为我们有好几个主 当然接下来的四年四到五年 我觉得依然我去为队伍 为国家效力的状态一定不一定 当然我觉得有一些的想法 可能会更多我会以家庭为主 对我们以前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费德勒 他说我一定要打下去 我一定要我女儿记事的时候 看到他爸爸拿冠军 这会是林丹未来的一个强大的动力和目标吗 其实在过去的12年里面 我觉得在这下运动里面 我觉得林丹得到很多 当然我觉得也失去很多 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这四到五年里面 我觉得有更多的一些 无论是好的跟不好的 我都希望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在接下来的比赛的机会里面 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是我的家人的出现 08年奥运会拿金牌的体重是多少 71公斤 在伦敦拿军的时候体重是 71 今天 71 这四年的保友 除了为羽毛球保友之外 还为什么 其实我是个天秤座的男孩 可能很多人知道 天秤座的人都可能会比较爱臭美 所以就像前面回答 在08年我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 到12年 到现在 所以现在每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每天的腰腹肌一定会练 是在健身房吗 甚至在家里面 甚至在酒店 跟大家汇报一下 每天的强度是 就是奥运会前 每天的腰腹肌的强度是多少 在现在也会尽可能保持 我们特别期待2013年3月 你回到训练场那个日子 最后代表体育频道 诚挚邀请参加体谈风影任务颁奖 让羽毛球运动 因为你而荣耀 谢谢 好 谢谢林大 谢谢 谢谢